嗨,晚上好,我是成一,现在我想借你的30秒时间,在微信中搜索并关注我的同名公众号,成一,每晚21点40分,和千万孤独的灵魂一起,和你,说晚安。 因为疫情的原因,这段时间每个人都变得小心翼翼,活得战战兢兢,不过好在,最近国内的疫情已经逐渐平缓,我们的生活也逐渐回归正常,但也不得不承认, 疫情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冲击,都还存在着,很多的实体店老板,餐厅旅游,中小企业,都面临着倒闭的危险。 于个人而言,有的被财,有的被大幅降薪,收入堪忧,房租房贷,账单的压力,接踵而至。 身处巨大的惶恐中,你,是不是也负能量包包,满满都是,悲观和抱怨。 朋友年前辞职了,本来打算等过完年,再重新找一份工作的,结果因为疫情,找工作的事,被耽误了,直到现在,都一直呆意在家。 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收入的这段时间,他告诉我,心里还没有安全感,总是忍不住想,人生怎么这么难,我怎么这么惨,快熬不下去了,整个人都已经濒临崩溃了。 三博家是开小餐馆的,因为疫情,餐馆的生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仅没有赚到钱,还得支付电租,员工工资,家里一家老小,都指望着这餐厅。 现在这样,家的三博都穿过起来了。 有人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在这段特别的日子里,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很多个幸福的家庭,被一粒灰压垮。 可又有谁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电影《消声课的旧书》里说,人生最美好的,就是希望。 也许在这个艰难时刻,能让我们挺过去,熬下去的,就是希望。 生活本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不会,也不可能,永远都无忧无虑。 而能让我们坚持下去,不再害怕的,有时候并不是什么解决办法,而是让自己确信。 事情,有结束的那天,我们有挺过来的那天。 生活里太多艰难,那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只能交给世界。 想想曾经,那些难熬的时光,虽然很难,但那些暗黑的日子,我们都勇敢地撑过来了。 成年人的世界,都是解厚余生,我们都是生活的囚徒。 人生的至暗时刻,能让我们度过的,依然是生活。 听众小欧说,很不幸地成为了公司裁员的第一批人。 为了不让女朋友焦虑,我没告诉她,现在的我,每天要是和她一起出门,假装自己还在上班。 等送她上车以后,又默默地回家。 本来是想,等找到新工作,再跟她说的,隔着了一个月,还没有找到。 内心已经很焦虑,还不能表现出来,真的太难受了。 但是有一天中午,女朋友有东西没拿,突然回家,为她撞破我失业的事。 结果她只说了句,没事,我养你啊。 现在虽然我还在努力地找工作,但我更坦然了,有一个愿意养我的人,为了她,我也要好好坚持下去。 听众蔡子说,哥哥嫂子是开餐馆的,年前刚刚借款扩张了店面,本想趁着春节的时候好好赚一笔的。 没想到,除了这个变故,那天家族群里有人安慰他们,但是哥哥的一番话,却让我印象深刻。 她说现在比起之前刚开始月月亏钱的时候好多了,之前好几次都要倒闭了,都挺过来了。 现在也可以,不就是傲卑,日子慢慢会好起来的。 人生不会只有黑暗,往前一小步,就有机会看见光明。 在那些最艰难的时刻,我只是一直走着,等那些漫山遍野,如萤火一般的星光,重新亮起来。 那些曾经过的至暗时刻,让我们相信,无论现在多难,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越艰难的日子,越要相信,会有好事情发生,你只要坚持住,也许哪一天,就有一只温暖的手伸向你,对你说,跟我来吧。 所以不要慌,不要怕,这困境一定会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孤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孤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孤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是你,总变不了,最初的一阵痛。 最初的一阵痛。 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 但愿你流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 但愿你以后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 但愿你以后每一滴梦,都让人感动。 不回忆成空。 不回忆成空。 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唱。 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老红红 天大地大世界比理想象中 我无人情再寂寞 太远离听得懂 但愿你会懂 该何起何走 太远离听得懂 太远离听得懂 太远离听得懂